各位先進 各位 站在好 我們今天要分享一下第一次 因為太空氣了 還有那種台灣的 這個叫 適中的適中 先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它是和民族的 民族的台灣唯一的國外旁邊的金銷廠 我們有一個鞋子 應該是台灣的 前兩種我們有一家的廣告資料大廠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民族家 因為有人經常有買牌的話 知道是牌子出來對不對 牌子出來 都問台灣的商店還是有不能 可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 所有在拍攝的話 就有我們的 RS 籃牌跟外販 那這種東西如果要寄到台灣的話 它需要付出一些認證 所以現在還在直接省 但過的時候才會省的話 知道的話真的不進去 那因為我們是其他商店 要有什麼事可以做的 規定這樣 那就是說 如果說 那如果說那個 那就是說 如果說人家在外面買到其他商店 那就是單店買的 那就沒辦法讓做這樣 所以現在拍攝 現在在預購動 那我們主要在做的就是 我們主要在做的是 宿泰的一些應用跟推廣 他們辦公室的活動 那所以說 我們有做一些蠻多的應用 就是說 去年我們在裡面分享的是 自走車 一個叫打擊堂的一個專案 那 那我們 我們9月會在Python Conferences 會分享一個叫做 當機卡 當機卡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做一個專案這樣 對 然後在之前 前年是 接照Lora 等等這樣 我不要打很大 那我們就是 對 然後我們發現就是 其實到 其實因為拍從2012到現在 2019 那其實蠻多 還是會蠻多人對 對全拍數沒太好 那 使用到有些 可能不是這麼清楚 但有些人可能是清楚 這樣 那有些人可能 也用得很多這樣 那就是我們幾乎 有整理了一家 就是 蘇聯派的一個學習路徑 就是說如果蘇聯派開始 使用的話 那 大家會遇到 會需要有哪些 需要 需要有哪些 製造的事情這樣 那如果從第一場 到現在 你會發現 有些人可能是 建造的 第一位家 可能建造蘇聯派的一些 的歷史啊 還有一些使用這樣子 像剛剛講的 其實老闆 為什麼用Pyro 他可能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現在 怎樣用的 這個順開空系的字 我們可能用是 排3 排10 排6 都可以這樣子 那所以有些選購上的可能這樣 那再來是 但是你可能 你可能 一開始入門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 因為說你看這樣 好 所以你可能需要 會了解 電線 那然後 大部分 是在上面寫 C或寫 Python 這樣子 因為你可能 就是在上面做的時候 你會不只有 Io的部分 就是做一節控制 你可能會有 甚至會有 比如說 會需要 存取 這個 需要有顯示 那就是說 剛剛講的他就是 直接在那個 螢幕上顯示 那你可能用的是 一般的 的 就一般的 Graphy Library 可能有可能 比如說 QT啊 比如說 用文化圖等等 那可能有些 如果要寫 Web application 的時候 可能會 也需要 就是 一個程式 最多在Python上面 就可以把這個全部串起來 你寫個 寫個Python程式 什麼都可以用這樣 然後 那後面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 做IoT啊 做一些 一些 蠻好的 這個 教學這樣 這樣 在網路上 有很多回憶可以 採訪 那 對 那也 這個 剛剛前面講的 講那個 NLCD的螢幕幕吧 我們還有感覺吧 因為我們在這個 2014年的時候 那我們 我們辦了一個 這個conference 叫Make conference 那是我們就是 自己做了一個 類似 報導系統這樣 那報導系統其實這樣 其實這樣 就是 我們那時候 選用一個 同用型的一個 觸控螢幕 那 這個 這個觸控螢幕 它上面 就是 那所以說 我們必須 就是自己去計算 比如說 寫RGB進去這樣子 那 因為也是一樣 那剛剛問題 對 我們那個意思要寫三個byte 那你可能沒辦法寫這麼快 所以我們就通過 一些IeC去做這個 串列的寫入這樣 那 所以自己和電路板 然後自己去做這些 還有觸控啊 什麼的 那最多的 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 那到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 這個東西在當時 當時的活動 表現得很好 可是隔了一年之後 我再也開不起來了 那個螢幕仔不能顯示 然後我一直想說 到底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線台頭 我已經無法 這樣一條一條去分析 去看那個序號 還是正常 就算了 東西還在 但是已經無法 正常顯示螢幕了 對 那我也算了 那我們之前 如果做一些 一些 裝飾之外 還有做一些 有趣的應用 比如說 Ci相機 拍了之後 那 它有熱感式的相機 熱感式的表機 也會把那個人的照片 給進出來 這樣 或是感覺是 鏡條進出來 那所以就可以在這個 研討會上面使用 我們那個 包裝完之後 你還可以有個人像 這樣 那還有其他專案 就是 這是一個簡單的自動車 然後就是 也是 你屬於去年在 拍檔 跟講大吉他專案 那裡 等等 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就是之前 做的專案蠻多次 就是 不管是跟 那個硬體有關啊 或是跟一些 影像處理啊 或是跟一些 一些 IOT 或一些 就是這種 低功耗的無線網路 對不對 那其實 都做了 類似這種專案 那 做這些專案之後 我們其實就想說 是不是 可以 有一些其他的 或者說 就是我們就會 大概會 我們一起參加 開演的研討會 讓我們看一下 別人在做些什麼 那時候我們想說 我們做的東西 是不是 除了好玩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有用 不是 不講有用是 對 改變一些什麼 什麼事情 這樣就說好玩之外 可以有用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 好像 可以從什麼地方開始 那有用 比如說 剛好就是 前幾年的事 有一個 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那個 PN2.5 這種議題 那我們想說 PN2.5 像這種空的議題 可能是 有用的議題 這個就是我們 如果做一些事情 就不只是好玩 那這個 做一些事情是可以 讓更多人 就不只是這種開發 使用者 甚至一般民眾 都會有感 這樣子 那就是空屋的議題 其實是 是一個滿 錯期的議題 這樣子 對 像可以看到這個在以前 那可能大家 都看這個 這樣的照片 這樣的空氣 大家就會說 所以就是 可能今天 霧比較大 或今天 蠻比較大 對 可能是今天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知道 這樣的情形 是 可能是 PN2.5 他都宣布例子 這樣子 然後 從此 可能這個原因 怎麼過來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就是 現在大家對這樣的 景象就可以 比較會有警惕 那我們就希望 從這樣的方向去切入 這樣子 那隨著 我們就會開始 開始我們的專案 這樣子 那 這個PN2.5 其實這個圖也是 大家也是 會叫上很多 反正就是 PN2.5就是 它那個 例子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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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2.5的 麥克風聲痕 這樣子 這麼小 大家就會 對這個人的呼吸道 會有大影響 對這樣 身體這樣不好 那其實不然就是 這東西怎麼產生的 可能就是 燒一些被吸 燒一些物體啊 或是工廠 或是這個 汽車的 排放 等等的 所以大家只能知道 這個PN2.5對 火車的影響 那 而且 如果說 再之前我看過這個 這個 中國有一個 這個 財經 它有一個紀錄片 比較充盡之下 那其實這個 片一致 我們都 開始想說 開始做一些什麼 什麼事的時候 快發現 這個中國其實這個 這一個紀錄片 其實 就是講的 把這個故事講得很好 這樣子 那我們也看了一下 它的 也是看 根據這個脈絡 我們就繼續想說 到底什麼可以做 什麼事這樣 那其實它提了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 這個物從哪裡來 那 那 這個 再來是 怎麼發生的 那它要怎麼解決 這樣 它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也是這樣的脈絡 這樣 那所以說 我們就開始談了一下 就是 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現在政府可以做 政府做什麼 那我們就看一下那個 環保署的一些資料 我發現其實這個 策戰 就環保署當然 就是也不是 每天進行不錯的事嘛 結果政府 做了很多事嘛 那比如說他們 有很多大型的策戰在 全台灣 那 起碼其實就有個戰點 大型的 那大型的戰點 那那個 策戰可以測的 不只是公共的資料 那要很多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 就是 不同的空氣品質 空氣的這個 成分啊 或其他溫度等等 各種的 觀測戰這樣 那只是這個 觀測戰可能它 遍復在 全台灣各地 那 體積又很大 可以看到 體積都很大 可以跟房子一樣大 那裡面的設備 都是很高檔的 那所以說 那這些測戰 測出來的 數值當然是非常精準的 可是跟你我 可能沒有什麼的 靠近 因為 它不在你家旁邊 所以不知道你家旁邊的 測戰的品質怎麼樣 這樣 所以說這個環保署它的 測戰算很大 可是數量是遠遠不夠的 你知道嗎 那 後來後來就是 就是剛好那時候 中研院 就是 我們後來發現 中研院其實蠻早 他們也在做這樣的 專案 大概從 13年的時候 開始 就是 對這些事情 他們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 什麼事 這樣 中研院他們就 發想了一個 叫參與式感測 這樣的 這樣的 概念這樣 那參與式感測 其實就在講說 就是 他的問題 他想說 人人可以是 就是 每個人都是那個沒有人 對 就是我們 人人加入這樣 那人人加入可能 就是 每個人只要 只要找到問題 問題還是小問題 這樣 只要這個問題 只要有通路問題 那通路問題 你可以用一些 微型的 微型的一些 設備感測器 這樣 可以進去 那進去之後 你會有哪些提名資訊 你把這個資訊 然後上傳到 國際外 那有這些資料之後 後面就會有人幫你 分析 這樣 幫你分析 找出問題啊 設計方法 那最後 這些資料 這些報告 很多啊 立委啊 議員啊 去推動 這樣 去立法啊 或者其他人做 那就是 中央很早就 有這樣的想法 對參與式感測器 可以 實際上 就是解決 就是出國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啊 那不是做 該大型的 可以做小型的 那為什麼呢 後來他們就 發現其實這樣的 概念 時座上 概念是很好的 時座上是有一些問題的這樣 那比如說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接政府的計畫嘛 那政府計畫 所以還是太拔包 包包給學生啊 跟朋友 生意的 拿一個感測器 他們才能到處配布這樣 那就是 學生會畢業嘛 可能啊 二年級 三年級 後來畢業 對 這是 哪來哪來都不見 反正自己 對 所以說這個 這個 這個感測器的資料 固定會持續 再來 再來就是 那時候他們選感測器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來 其實那時候也是 名字為台 所以感測器 不知道選哪一個 就不到處哪一個 那他就覺得 你要偷看 對 那一任感測器 有問題 有自首缺 就是我們的 送上去的資料 其實我們比很近的 大家的資料送上去都不一樣 對 大家覺得資訊是 不能相信 那到最後就是 因為這樣資料量 因為也大 才是順確 所以到最後就 沒有辦法分析 沒有辦法分析的話 最後我們一開始想說 會找出問題啊 有些事情啊 肯定也沒有辦法 會找出問題這樣 所以這個 後來那時候一開始說說 做了 他們這個專案做了幾年之後 一直沒有辦法 很順利這樣 那後來 好像就發現 那個 那個 中文院陳寗智商 他們就 有一次就 找到一個 Lars的社群這樣 Lars的社群 就是 就是有一個叫 HAPPA的社群的朋友 他要去 組織的這樣 當然 Lars就是這個 我們都可以 為了 State System 就反正 以相關的感測 的一個系統 這樣 那Lars這個社群 他其實他有 ROM很多 這個 Open Source的專案這樣 那其實 那時候他們也想說 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 比較可以實力的地方這樣 所以說 後來 HAPPA就把他們 跟陳寗智老師合作 開始去 推動這個 那可能他有一些 這個 一些Maker的朋友 比如說一些 老師啊 需要老師 那可以幫忙去 貢獻 那 他們就 很快就把這個 專案 就開始 有幾個人 他們就開始把這個 專案可以開始做到 那所謂做到 就是他們開始 自己 對自己擅長的板子 他們就開始 收 收 資料 那他們可能選用板子 比如說有 連發科的 比如說有 Arduino 比如說有 阿米巴 瑞瑜的 比如說有Intel的 很多板子 他們有選很多板子 這樣子 那後來還有一些 這個公司他們 就是希望說 可以做一些商用品 這樣子 比如說像 訓宗科技 他們有做一個 商用產品 這樣子 那然後 這個 這個人 他們就 他們就 去收這些資料之後 把這個資料上傳到 那個 那個 那 透過 那 他們再轉到 就是外面 可以說沒有沒有 然後 他們可以透過 這個資料上傳之後 可以透過 可以把他抓下來 這樣子 那 有人上傳之後 這資料不只是 同期的資料 還有定點資料 那到後來 就可以抓下來之後 就可以有一些 可以幫他做 不同的應用 做一些視覺化 等等 所以這個很難 很真的這個架構 其實是 相對是反俗 這樣子 那 在這個 在換 這個 這個專案一直 直線前 其實 那 設計做得蠻好的 這個空氣的這支專案 是非常痴迷的 已經也到 我們到 國外都 滿多人 製造了這個台灣的專案 這樣 那也是有 聊天很多 環境是 在市面上的販售 還有就是 需要記憶子的裝法 比如說什麼 Maps啊 Lust4U啊 這個 Xbox 就是這樣 像我這樣 這是那個 運動的 力度這樣 那其他大分都需要買來之後 你還需要自己組裝 自己想辦法 其實就是 吸力去 然後開始使用 那 那 燈上就出現了 一些 出現了 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板子 目前就是 現在Lock上面 使用這個空氣盒子 那 它使用這個開發板子 就是 比較 比較 台灣就是台語獎 叫做 聯法科的 瑞育的 就是 聯法科的 瑞育 那這的話 其實 就是 會有一些市場 就是有些專案如果想要 飛行到國際的話 那 應急的選擇 我看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需要主要的 那 那 反正就是 最後就是這些資訊 不然 什麼樣的設備到最後 傳到 這個 Lars 的Server 那最後就會有不同的 把這樣的 結果 給做視覺化 所以有不同的 不同的視覺化結果 比如 像這個 可以看到 就是 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 D2.0的 程度啊 感覺可以 搭配它的 這個 收到的 這個 它有不同的 幾個意義啊 那 這樣的結果 其實就有幫助一些 後面的一些 空問 對一種感 那其實在 今天的那個 Lars 使用者的研討會 在 新竹 上個月 那有一個公司 他們也說 他們根據講的 Lars的資料 他們可以去 去找出 比如說 某些工廠 它可能在定期 在禮拜三 海關資料 限額聯合的 這個 數值 增加 那 然後 就是可以有 周期性的增加 再來是 可能有 我們地區 單一的事件這樣 那你可以 就可以派人去 先去埋伏啊 收集資訊 再通知環保署這樣 那就是說 有這樣的資訊 有這樣的資料之後 變成人人都可以 真的是 做一些什麼事 幫助一下這個社會這樣 那比如說 像去年這個 一個彌陀大國 那也是 透過 剛剛的視覺化結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 P2.5的 移動附近 跟風向 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 原來在高雄 可能P2.5 好像有 人物質很高的 那可能 之後 隨著這個風向 南宮之後 那 你發現 可能 半天之後 那 這邊的農土就有下降 那可能是 嘉義啊 台中等等 還有P2.5 對 那時候就 離開窗 開中 這樣 對 這個可以視覺化做這件事情 這樣 這樣 其實很好啊 前面 別人都做很多事情 對 我們好像 沒有什麼事可以做 對 其實還是 我們拍看的時候 因為我們總是可以找到 私利點吧 那比如說 剛剛講的 這個 會有些問題 那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剛剛 之前在Lars 在 專案在推動的時候 大部分人選用的 開發板 都是 台灣牌 這樣 瑞雲牌啊 或是 這個 聯巴克牌 那這樣的 開發板 其實 即使 這個我們這樣整個架構啊 或是這樣的 硬體 都是沒問題的 那在台灣推得很好 可是如果國外人想要 購買這些設備 那其實不一定這麼好買 那其實在國外 像比如說 Arduino 或是 這個 樹木派 是一個共通的平台 他們很容易取得 這樣的設備 所以我們 更多國家的人 他們可能是會 對樹木派這樣的硬體 是想要做空間的事情 有興趣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改善的 那第二個就是 也是因為 這個 大家如果有各自 維波的專案碼 比如說有些用Arduino 有些用 比如說 瑞雲的 比如說 阿里巴 比如說768 7697 大家都做自己的專案 所以說 專案很多 很容易固件 問題是 如果說 你想要做比較大的 專案的時候 那大部分都是個人為 個人為 如果你想要做比較 複雜的工程的時候 可能他就 因為是 就沒有辦法去提供這樣的 資源去做這樣 第三個就是 假資料問題 因為 假資料問題是 大家的人都可以上傳這個資料 那你上傳的 跟我上傳其實都是一樣 那所以說 你會有在 會有假新聞 那一樣會有假資料 對 那可能某地方 台中本來應該是 應該是 台中本來應該空氣很好嘛 對應該是 但是 但是 後來就是因為 這個 因為 大家視覺的話 都發現 這個 台中空氣 看起來變得很不好 對 那你一定是資料問題 所以 後來 後來這也是 這個專案 像這樣的專案 想要利用 這個技術科技 那去 變成 這個 推動政府的一些 這個力量的時候 那可能會遇到的 遭遇的問題 這樣 那可能這有分技術問題 有分政治問題 這樣 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 想辦法去克服呢 這些部分可以改善這樣 那所以說 我們就 就 就 我們後來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事情 我們就發起了 派遇的感測器 資料搜集中心的專案這樣 那其實我們大概 比較晚了 大概從 七七年年底 一八年年初 才開始 開始想要做這個事情 那時候我們在去 2018的 The Resultation 我們就 發表這個專案這樣 那 這是我們第一位 開發者 David 他就 做第一版的 版本出來這樣 那後來我們 就是有在 那個 那個 我們後來做 略微更新之後 略把這個功能更新之後 我們就把這樣的 架構 我們就是 有塑膠到那個 MegaPile 那MegaPile是 這個 RecentEye的 官方的一個 雜誌這樣 他每個月都會出開 有電子 有實體的 雜誌這樣 那他就會報道 他就會報道 各地 全球各地 跟用順態做的一些 專案這樣 像我們去 投稿這樣的 這個專案 然後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台灣的專案 就是我們就講 我們是一個 這個 公民參與的專案這樣 那 人生貢獻自己的資料 到最後 你就可以 對政府的影響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 後來我們也 就有跟 因為大家那個專案 我們很重要 就是 就是 空氣的 就是 等於說 等於說 所以我們也是 有跟他們合作 我們也 就是會參加他們的活動 然後也會去 分享一些經驗 這樣等等的 那 我們 對於這個專案 我們會 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我們會有兩個 一開始我們想說 使用上 可能要讓 大家都能 很快的參與 那 方法是這樣 第一個是你的價格是 要 要低 第二個是 你的 組裝要 非常容易 這樣 非常容易 那我講的這個價格 第一可能就是 就是 不是對台灣 那對國外也是一樣 你很容易取的這些零件 而且你使用的這個零件 要少 很容易大家很容易使用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 針對這種空物偵測 針對空物偵測的話 大概 會需要用到的 這個硬體大概主要是 感測器大概主要有兩個 那 那 開刀板大概就是用索尾牌 索尾牌可能可能 你用 牌啊 牌衫啊 泥火器都可以 不行 那我們開始選擇就是牌衫 但因為 開刀牌的 想法也比較方便 這樣 第二個就是 這個P2.5的Sensor 那目前 大家這個 這個 判騰的這個Sensor 是 大二 就是目前幾乎是 大二 尋用的 那這個G5T 它是除了 P2.5 PN10 跟PN1 之外 它還可以偵測 溫溫度 最多其實 我們不是 這個 這個Sensor 就是它的做功能 這樣還蠻方便的 那再來就是 GPS 要有DTA 資訊 還不好在 第五上呈現 槓 所以感測器的 選用 是 相對比較少 槓 那再來就是 用軟體 用軟體還是可以講 反正因為 我們在用Python寫的 我們用的是 有個叫PTI-GPL2 韓式鋪 那這個韓式鋪的 好處是 我們根據韓式鋪 你如果有在寫 塑爾牌的程式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 一般我們用Python的 套件 寫GPL2 那 你會受限於它 硬體上面的 角位的 功能的限制 比如說 上面的STI 就是一組 那兩組 比如說I-square是一組 那 那 這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 你的 引體的 這個 這個 引體的 介面 可能不只是 UART 像這個 像這個上面的 這個是UART 所以說 一般來說 你要建造設備 規模 不太容易去做 不太容易做 所以你的引體選擇就是 會需要 配合 這個感測器 那 當然要做我們很方便啊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選用 拍GPL這個 這個韓式鋪 這個韓式鋪的好處是 那它可以做這個 Software 就是我們可以去 這個 使用這個引體的腳位 都可以去打到一個 去 做UART 做STI 做STI 這樣 蠻方便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你在一開始來 我們希望這個 安裝之後 很快的 可以連線使用 那我們會透過一個 RESP Wifi的 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就是 它可以把它組成AP mode 那一開始就可以把它 開起來 就是 其實如果說 現在買很多3D 3D 它都有這樣 我們就一開始 它是這個AP 那你手機先連上去 然後 先做設定 做完設定之後 那它就可以 這個 從台機 從ID之後就可以 這個 連上WiFi的台型 這樣 那我們就做這樣的設計 讓它可以 讓這個 使用者 一般是組裝 設計 相對的容易 那 有了WiFi之後 有了連上WiFi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OTA 去做一些 這個套件 這樣 那 對 我們有提供一些 取得跟購買的一些 製品 方便 那最後用起來 大概長這個樣子 這樣 做起來大概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大 肥的版本 這樣 我們上面有一個 電子值 這樣 可以去顯示 可以去顯示它的 P2.5的 短短短短 這樣 那其實如果說 沒有這個電子的話 其實 奇蹟大概小一半 也會小一半 這樣 那因為我們想說 就是一個版本 你可以讓它顯示 這個 這個 律師組 電子值版本 這樣 那就是說其實就是 你把它開始接一接之後 然後 呃 扣拉下來之後 印象檔抓下來之後 然後 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透過WiFi設定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所以很方便這樣 那一樣 這個 這資料是可以做視覺化的 那在LAS裡面 那 只要設定就是 P1.5 那上面 有多少線上 那種機器 就是 活著的 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些歷史圖像 可以看到這樣 那 我們還做一個 這個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Zero版本 Zero版本 現在就是 還在就是 它的做法 因為Zero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塞到那個 這個 風箱裡面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這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裝在室外 那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測這個 空氣體質的話 大部分是 裝在室內 為什麼裝在室內 因為會有網路問題 路電源的問題這樣 那如果是裝在 裝在 當有一些 防潮的問題 下一個問題 那像這種 裝在這種 呃 這個機構裡面的話 它這個空氣可以流 進去 然後下一段 會隨便補進去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塞到這個 塞到這個 這個機構裡面 但是這邊還是要打動 好不好 空氣體質 空氣體質 那上面雖然有 掛一個離鍵池 那離鍵池大概用不到一天 大概用八個小時 就可以離鍵 這樣 所以是 的確是 這個蠻需要克服問題 這樣子 那 大概 再來就是 我們看了一下 這些專案 我們看一下 其實國外有一些 正在執行的專案 我們大概也可以稍微 研究一下這樣 那比如說 國外有一些專案 也是其實 國外空氣的專案 也是很早 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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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國外有一些叫 ISCAC的專案 然後那是 英國的專案 它是從 這個 Smart City的 很時代的專案 然後它有一些感性 那 它的金額 就一個人的專案 一個人的專案 只要150 來 剛兩次 再150 那你可以看到 它用的下這個感覺 其實跟我們用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世界 就是世界的統一 兩個 這個感客其實 大部分就是這種 這樣 那它也是我們 那你發現其實在國外的專案 有幾個特點 第一次他們 不是測 不是他們會測其他的人 他們會測噪音 所以噪音也是一個 下一個人可以做的議題 就是我們飛去這個 空氣兒童可以做的一點聲 有收一些噪音 那 其實它 它這個價格為什麼 怎麼會來 因為它這個板子 自己喊 自己做的板子 然後上面很多的感測器 除了這個 金額聯文版 它還有很多上面的感測器 是 就是做這種自己弄死 可能就做這種弄死的這種 活動器 那這種感測器 會稍微就是價格比較高 就變 不能隨意抽換 不能隨意抽換 所以它的 價格 它真的真的挺不錯 價格比較高 這樣 因為它透過一個寶 寶特兵 就可以當作它外頭 然後往那個樹上 就使用到 它裡面 它內堅額 也有利益值 才可以連去用器 這樣 但是這個 可以的專案 那除了這段 還有一個 這個很大的 還是這麼一個專案 是一個 這個 這個 美國專注 美國之駕哥的 一個叫 一個 一個 一個實驗室 應該是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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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一個 實驗室 透過 美國 我如何會去幫助給他們騎的 那他們就做比較大型的 那這個大型的很大 他們是放在電信桿上 所以他們就沒有死電的問題 因為電信桿可能就是有露燈 然後就感覺到沒有電池 然後每次類似的動向 跟空氣可以解除 所以解不去 那他們 他們價格很高 我們一個設備大概2000美金 他們上面的感覺就是 一個密密麻麻的設計 使用感覺其實有不同的功能 那上面還接CAMRA 接CAMRA去可以做一些很順向的監控等等的 所以這個帳門也是很少 就在做這樣的這個 這樣的設備 可是這個問題又來啊 就是你其實像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 這樣的空氣盒子 或這樣的類似 這樣的監控 就是收集資訊的那種障礙 如果說你是靠民眾參與的話 那你的價格能不能太低 下一個2000美金 你可能 你可能叫民眾自己掏入掏錢去買 然後放在金錢桿上 然後說他就捐出來 太多了 所以就是有種種的問題 那所以說 在台灣的話 可能就 有部分可能是 都是可能價格不高1000多萬 也許大家可能願意 貢獻自己的一些力量 去 去把這個資訊 資料貢獻出來 這樣 如果說金額還高啊 那就沒有辦法 這樣 那所以說 我們就想說 我們到底在這上面 做這些事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前面有些問題 那我們 可以做 我們剛剛做的那樣的設備 做的就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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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個空氣盒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東西 或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那因為我們就發現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國外有2000塊的 2000美金的設備 有150美金的設備 那有這麼多 其實他們能偵測的東西 那到底 對很多 這個想要做這些事情 他會有個問題 我到底 應該要選哪一種感測器呢 再次 這感測器選完之後 我到底怎麼使用呢 對不對 就 大家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不只空污嘛 就是空氣的品質的 這樣的需要 可能大家有 對於自己的領域 有不同的偵測 這個 這個data的需求嘛 那所以說 我們就 我們有 就提供了另外一個 branch 因為就是隨差即用版 那另外一個版本就是 我們就 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個 一些 底層的函字譜 功能都寫齊 這樣 讓很多人啊 就我們有一些 推薦的一些感測器 那 推薦感測器 那這個感測器 我們就會把這個 函字譜都寫好 那對很多人來說 他可能不用到處 然後路上到處去 抓 抓不同的 這個這個 繁體層次 然後去看 瞭解說到底這個 性的文件 那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弄得h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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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那變成對很多人來說 使用起來就很方便 他就不用對 這些硬體的東西 瞭解太多 那再來是我們一句 剛剛有講的 我們Google 如果把這個 開箱兒 我覺得 又開始 我們需要的專案是可以不只是只有收工 它是一個類似像資料中心 當我們把這些感測器的這些 以前的職業電腦層次翻譯成都寫好了 就很容易去建立自己的 我們講自己建立自己的 排一個什麼box 那它不一定只是收工吧 但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是想說 誰知它的領域跟誰知有關的 我們可以把頁密集的感染器寫好 那個錯誤的感染器寫好 那把一些相關的感染器 我們會去跟其他學校開始合作 那我就畫畫跟化學的實驗室 然後由他們去測量 都幫他們做校正 那現在的感染器是有這樣子 但我們會選擇這個比較適合的感染器 要把這個一面的頭寫完 然後讓大家之後很容易 像積木一樣的去組裝 那不用說每次都要重新網站到處亂去 都要找到東西就成這樣 那所有的實驗室板測 土壤、光品質、空氣機包 我們需要把一些各種感染器 把這個東西都完成 讓它變成它是一個可擴展性的專案 就不只是測空 它是一個SensorHug 就是收資料的一個東西這樣 那這是我們之後想做的 那還在規劃中 那就是說因為其實這個專案到最後會有 就是希望我們把這個電力增值可以下降 因為現在國小國中 很小國中在學的這個硬體 叫Microbit 那它是一個 也是英國的一個硬體 那很適合讓小孩子的學習 因為軟體做得很好 讓大家有紀錄師的開發的介面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配在SensorHug 上面也可以提供這樣的紀錄 讓就是讓你的各種感染器 讓它就可以拖拉式的方式 簡單去組裝成一個讓國小的小孩 很快樂可以組裝成一個專案 那可以有兩側 比如說這個是測土壤 測水質 比如說測空 那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專案 那變成這個 從這個公民參與國小做起來 就是這樣 對 那這個規劃中 那其實差不多年 我們在今年的N7月 我們有去那個香港 香港台人的年會 也有去分享一下 有個照片 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 大概比較是西部立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而且問一下 這個資料 嗎 好像我們刷到LAS那邊 所以是 都是LAS那邊 的環培的資料 對 那LAS的資料大概 可以說說 N2TT 那性能一個穿透過 他可能 每幾分鐘會有一個 CSP的檔案 就可以進行 到裝下這樣 我又那個安ünst CLI 是 這邊 等一下 那實料的問題是 假設的問題喔 目前現在的做法是 中文學他們現在想法是用那個叫做系律體的方式去做 那這個機制帶有幾感 第一個就是 它可以跟你受到的感測器做一個提交 那這第一個就是算一個相對的誤差值 然後這是第一個 就是它很多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類似這樣長的 相對的誤差是有的指標 但是你這個Sensor 你這個設備開了多久 就像原來是PED啦 剛用登錄就可以開始發文 可以拔一些帶動向的那個就連這個人的這樣這樣 那你說說Sensor 這個裝置台積很久了 那看來這個裝置是比較具有這個信任度這樣子 那還有對於資料貢獻等等 那其實到最後 事實上這個專案 這樣的感測器還是 大家對一開始對這個假質 應該不是假質 資料準確度會有一些考慮 那事實上我們是覺得這種感測器 所以我們不是要求它的絕對行政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在看這種微型車站的時候 大部分在考慮的是它的趨勢 所以趨勢就是可能一個地區它的感變 公司的感變的狀態 就是我跟你的資料評價 接近我很一樣 但是我們感變的趨勢是一樣的 代表說整體也是有感變的 可是我只看單一的點其實很難 讓我們要求它的很準確 因為畢竟這個這個感測器 才幾千塊 一千塊幾百塊 這才百萬級的設備 你也沒有經過的這些各的校正 所以這個對於這個單一的設感測器 我們可以有要求它其實很重要 好 我們來沒什麼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